嘿大家我是乔玉 今天要来跟大家聊聊为什么我会选择离职 公务员的选份又带给我什么样的启发与改变 一开始让我认真思考什么时候要离职 是在我2017年达成财务目标之后 但是我不想离职之后整天躺在家里 对我而言生活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会有点慌张 因为我自己懒惰起来是非常可怕的 我可以躺在沙发上面一整天 一个礼拜五出门什么事都不做 所以即使离职以后我还是想要找一点事情来做 为社会创造一点价值 我会选择离职的原因有很多 我也想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其实在我进入公职没多久之后 我就知道有一天我会提早离开 我不会做到法定的退休年龄 因为当我看着身边的同事一个个借铃退休 我仿佛看到未来的自己 我的人生呢就像一眼望穿的日历 我已经可以清楚的遇见 最后一天到底是怎样的生活 每天在通勤路上低头划着手机 不知不觉人就到了公司 我发现那时候我的人生完全都被别人控制着 我的体内天生就带有叛逆的性格 它让我拒绝跟大多数的人一样 所以我开始规划自己的退休生活 对于我而言 所谓的退休生活是自己选择要不要工作 如果要做可以自由选择做些什么 我会选择离职还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是长时间坐在办公室 小腹和屁股会越来越大 视力会越来越模糊 我甚至觉得人的生理结构设计不适合一直坐在办公室里面工作 这简直是卖心自杀 第二是拥有单一的收入一点都不稳定 对我而言真正的稳定是拥有创造多元收入的能力 而不是国家给我的铁饭碗 第三个原因是未来不能保证这份工作可以一直稳定下去 以前有18%但现在早就已经被取消 还有许多个国家是可以资遣公务员的 第四个原因是现今的社会变动越来越大 长时间重复做一样的事情容易失去耐性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去追求写杠上网更多元的生活 第五个原因是我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当小小的公务员有太多的事情 不是一个人可以去改变的 与其待在公司去帮助有限的人 不如出来做我喜欢的事情帮助需要我的人 第六个原因就是公务员这份本业工作 已经限制到我未来的规划与发展 综合以上这些原因 我决定断舍离我公务员的本业工作 夫妻改变的勇气 断开过去 开启新的人生篇章 我很感谢公务员这份工作提供我很稳定的收入来源 我能够掌握自己的工作进度上下班的时间 还可以规划工作以外不一样的生活 工作上面的同事都非常的好相处 在工作上面呢大家都会互相帮忙 如果问我离职之后我最怀念的什么 那就是曾经一起工作的同事 那我想提醒大家一下 我不是否定一份稳定工作的重要性 在我完成财务自由目标之前 为五斗米折腰一段时间是必要的 但对我个人而言这份工作只是一个过程 并不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不想用工作来定义我的人生是否成功 感觉到快乐对我而言才是最重要 好好经营人生才是生而为人的本业 请大家不用替我担心 我知道考上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现在叫我再去考一次我应该也是考不上 但是我会为我自己做的决定负责 当我做了决定就不会让自己后悔 我今天拍这部影片不是鼓励大家都要以离职为目标 因为对很多人来说一份稳定的工作是必要的 依照马斯洛的需求理论 在考上公务员之前 我的收入只够基本的生存温饱 没有足够的钱去娱乐和规划未来的生活 经过两年的时间努力终于考上公务员 如果你想知道我当初是怎么样考上公务员 可以去看我之前拍如何准备国家考试的读书期步骤 选为公务员之后 除了温饱开始有多余的钱 可以满足安全与归属的需求 于是开始理财 投资 创造被动收入 不用再担心前面基本的需求 终于可以去追求 尊重与个人的自我发展 每个人的目标都不一样 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达成财务自由 找到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但我还是希望大家都可以一步步向上追求更好的生活 有人问过我工作上面他们遇到的一些问题 还有他们是否应该要选择离职 其实每个工作都有令人烦躁和不满的地方 很多人都不满意自己的工作 有可能是因为 薪水太低 工作环境不好 没有办法和上级相处 或是这份工作与你的个人兴趣无关等等因素 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正常的 事实上每个人的生活都是常进了百位 我们没有办法去想想每一份工作 还有每一个行业背后究竟付出了多少 我们能够做的是把工作上面每个磨练当做学习 学习如何和上级相处沟通 利用空闲的时间规划自己喜欢的生活 努力的理财 投资专注在自己可以控制的事情上面 从我开始工作到离开也是经过好几年的时间去努力 我也还是在调整现在的生活步调 只是我有更想去的地方所以选择离开 希望大家都能够从工作中获得学习得到启发 并且在未来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志业并乐在其中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